如果把青海看作一只兔子,那么青海湖就是清澈的眼睛,静静地守护在青藏高原,吸引着无数游人前来欣赏。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,一半属于海南,一半属于海北,距离省会西宁一百余公里,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,而且是一座咸水湖,是由麒莲山脉的大通山,日月山和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。 其实最初的青海湖是一个淡水湖,有布哈河,沙流河,乌哈兰河和哈尔盖河等四十多条河流注入。 东侧通过道坦河与黄河相连,属于典型的外流湖,但由于新构造运动,东部的日月山迅处隆起,致使道坦河被堵塞且河水开始倒流青海湖,这也让青海湖从外流湖变成了一个闭塞湖。 再加上青海湖地处三千多米的高原之上,日照强烈,湖水蒸发量大。 所以青海湖就逐渐变为了咸水湖。 整个青海湖长约105公里,周长360余公里,平均水深大约21米。 截止21年9月,湖面面积超过4625公方公里,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,且有扩大趋势。 在藏域中,青海湖名为错温部,意思为青涩的海,在其周围也分布着较多景点。 东侧方向是极其少见的与湖相伴的沙漠,曾是湖中最大的岛屿,因湖中沙龙突出湖面受风沙堆积而形成。 在1980年与北部相连成为半岛,有广袤的沙地和湖泊构成,这里已然成为官游青海湖,看沙山,赏湿地的绝佳去处。 在青海湖南岸是著名的二郎建景区,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藏族风情,也可以乘坐游轮,游玩水上摩托车等水上娱乐项目。 在青海湖有两大奇观,一是青海湖渔场,这里盛蝉萝莉,也就是俗称的黄鱼,另外就是鸟岛,每到春夏就有数十万的候鸟来到这里栖息,鸟岛一鸣也因此而来。 另外,很多人来到青海都会来到查卡延湖,这里是宫崎骏的夏天,是青海的天空之境,查卡延湖的美也足以波动人心。